这里的土豆很特别 下这个乒乓球下不下 小一点很下的 乒乓土豆 个头小却更值钱 乒乓土豆最高卖到10元一斤 他创新种植方法 把土豆变小 还把废料变成宝 每亩销售额达到1万多元 他们俩合作帮农户销售 一年就卖出3万多斤土豆 这种喇叭心 这种东西斗车气 这种好吃的 一起去浙江宁波 看当地人如何把小土豆 变成增收的金土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共富经 土豆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种植 大家对土豆都很熟悉了 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种土豆 您可能没见过 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 是啥呢 瞧我手里的乒乓球 您可能要说 土豆呢 拿乒乓球干啥呀 因为这种土豆啊 就叫做乒乓土豆 不光名字特别 价格也不低 市场上这种土豆 最高一斤 能卖到10元钱 走 咱们一起到浙江宁波去看看 这一天 大雁镇来了很多游客 大家都是为了一种 特别的土豆而来 这里的土豆到底有啥特别之处呢 这个土豆你们看有什么不一样 都像我们还有一个比赛 就是谁挖的土豆多 还有一个奖励 但是我们要注意安全 小心一点 妈妈的挖 挖土豆比赛开始了 您瞧 大家在地里挖得多起劲 这片地里的土豆 是刘安芬种的 看到游客挖得开心 她也很兴奋 今年刘安芬已经74岁了 但一道基地依然活力满满 亲自教小朋友如何挖土豆 靠根子别挖 一个 接起来快点 地上接起来放在这里 放这里放这里 它都往我们的框里面扔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挖出土豆 神秘的土豆终于被揭开了面纱 原的 下这个瓶碰球下不下 小一点很下的 瓶碰土豆 瓶碰土豆 原来这里的土豆个头很小 只有瓶碰球大小 直径在四厘米左右 因此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 瓶碰土豆 今天我们挖土豆比平常的土豆还要小很多 之前有见过这么小的土豆吗 没有 这个土豆是挺特别的 比超市里买的土豆要小很多 那我觉得挺新奇的 那下次带个瓶碰球拍来 把土豆都拍出来 不光名字特别 乒乓土豆的卖价也很高 您瞧 左边这两个是市场上常见的大个土豆 售价两到三元一斤 这个个头小的是乒乓土豆 一斤最高能卖到十元 平均价格一斤也在五元左右 个头小却更值钱 乒乓土豆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 挖土豆比赛进行了二十分钟 刘安芬拿来秤 评选出了今天的前三名 好 这个有水的 有水的 十斤半 十斤半 四斤半 还有吗 还有这个 这是谁的 这个做了 这个做了 二十斤都可能有了 这个二十斤半 这个十五斤 十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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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朋友土豆都挖得很好 一面是十六斤 第二面是十五斤 第三面是十斤 那我们的奖品就是把你们挖的土豆 一二三名把土豆作为奖品带回家去 带回家去 带回家 带回家 小个儿更值钱 乒乓土豆为啥受市场的青睐呢 乒乓土豆其实是当地的一个普通的土豆品种 原本个头也不是都这么小 当地人想尽办法才让它们变小 更特别的是 想要收获乒乓乓土豆的财富 还离不开废料 您瞧 烂在地里的水果 不要的烂菜叶子 当地农户都利用起来了 它们对收获乒乓乓土豆财富起了什么作用呢 现在 就不能收获了 后来土豆变小了 市场变大了 大伙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 大雁镇的乒乓土豆种植面积达到两千多亩 全部装到外面去卖 装到凤花去卖 也有人凤花到这里来卖 以前我们卖两块一斤 现在是五六块一斤 今年基本上已经卖光了就是我家里的土豆 小土豆更值钱 这背后到底有啥奥秘呢 咱们先从刘安芬的创业故事讲起 刘安芬是大雁镇人 1950年出生 2005年她退休了 家人希望她可以想想轻浮 但刘安芬是闲不住的性格 2017年67岁的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创业 刘安芬回到了老家大雁镇 她在村里到处溜达 发现了一个商机 就是人家里买嘛 买了以后她们就挑小的 我们当地的饮食习惯 喜欢吃小的 刘安芬发现 在当地 小个儿土豆的价格 远远高于大个儿土豆 这到底为啥呢 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 大土豆是首选 个头大 好削皮 好切丝 进锅一炒 一道美味的土豆丝出炉了 但是在宁波等南方地区 这种个头小的土豆更受欢迎 因为吃法不一样 它吃起来比较方便 不用削皮 而且一口一个 来我们这里吃饭的人 来点小土豆比较多 每桌必点 小土豆个头虽然小 但不去皮整个吃 所以越小越方便 一口一个 软软糯糯 很是美味 当时农户们种出的大土豆 两元一斤 小土豆要五元一斤 但是当地人都愿意购买小土豆 还亲切地称呼 这样的小土豆 是乒乓土豆 一个大胆的想法 在刘安芬脑海里萌生了 这小的土豆多了嘛 客人买的人多了嘛 那肯定价格也高了 跟收入买也高了 刘安芬琢磨 如果能种出更多的小土豆 那利润肯定要高得多 当时每亩地的土豆产量 大约有1500斤 但小个儿的乒乓土豆占比很少 只有400斤左右 刘安芬放出话 要种出更多的乒乓土豆 农户们一开始 可是一点都不信 我们起初不相信 土豆生长它 自己生长它 怎么可以控制呢 大伙质疑 刘安芬却很有信心 她坚信大胆创新 才有好出路 2017年底 刘安芬开始种土豆 一上来 她就干了一件 让农户觉得很奇怪的事 我种得很密 你看 这一颗连着一颗 对吧 这里又是一颗 这里又是 本来这三颗的位置 应该是种两颗的 对对 三颗的位置应该是种两颗的 一般情况下是种两颗的 但是我把它种三颗 你看 这样密密的 全部就是这样种过去 原本能种两颗土豆的空间 刘安芬却种上了三颗土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种到密 它会控制它的个头 原来 刘安芬想通过增加种植密度 让土豆个头变小 她信心满满的等着收获小土豆 但结果却让它大失所望 我们开始就是说 先把它种密一点 控制它小 但是挖了以后 这个土豆产量低了 品质不好 刘安芬的方法效果不佳 家人都劝她别折腾了 她可没闲着 又开始想新招了 第二年 刘安芬尝试增加肥料的使用量 想让土豆产量稍微高点 可是产量提升了 小个土豆也少了 怎么能让乒乓土豆占比变多 还能维持不错的产量呢 之后 刘安芬干了一件更奇怪的事 刘安芬开始收地里的烂水果 村民家剩下的烂叶子等废料 还说她要用这些废料种乒乓土豆 这话一说出口 议论的人更多了 刘安芬到底要干什么呢 我们的容器呢 一般是塑料铜 这个塑料铜 这个塑料铜呢 是要有盖子的 要盖紧 然后材料呢 就是这个废品 除于垃圾 这个菜叶子不能吃了 塞上桃树里面塞下来的 掉在地上要赖的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去拿过来材料 它有一定的比例的 这样 那么这个桶 我们水的比例呢 是埃兆桶的 百分之六十 这样 百分之六十的话 就是像这个是两百斤的桶 那我们一般呢 是一百二十斤的水 这样 百分之十的糖 一百斤十斤糖 一百二十斤就是十二斤红糖 那么我们这里也称好了 然后把红糖放下去 放进去以后 我们要搅拌 融化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材料放下去 我们这个材料呢 根据红糖的比例 一斤红糖 三斤材料 然后再放材料 那材料呢 一次性不够 你可以下午放明天放 原来 柳安芬四处打听 通过凤化区农业技术服务 总站的技术人员 了解到了一种肥料的制作方法 将红糖 植物废料和水 按照一比三比十的比例混合 静置发酵 您瞧 这是经过三个月发酵的肥料 它们有啥独特之处呢 刘安芬用废料发酵的肥料 相比之前的肥料来说 肥力更低 给土豆提供营养的同时 又不会让土豆个头太大 这样种出的土豆 个头小 品质也好 更重要的是 小个土豆占比变多了 这是我们刚刚挖的一种土豆 从这里可以开出来 那现在小的要比大的来的多 要秤一下 这个是 这个多少了 24.3 48 还有一筐 对 来 23 48 71 小个有71 大个的称一下 小个的能有一筐半 大个的只有一筐 每亩地的乒乓土豆占比达到了60%以上 村子里质疑的声音消失了 很多农户都找到刘安芬 想学她的方法种植乒乓土豆 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刘老师 那当然感谢了 我们没有刘老师就是种不出这么多的乒乓土豆 也挣不了这么多的钱 种乒乓土豆的人越来越多 该怎么收集更多的废料呢 刘安芬又想了一个办法 7斤 3.5公斤 7斤 就一个积分 好了 一个积分 给你 你拿一个积分 来 换一样东西 刘安芬组织村民进行置换 拿家里不用的植物废料交到这里 可以置换生活用品 不少农户用刘安芬的办法 种出了乒乓土豆 发展到2020年 大燕镇的土豆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 种植量大了 销售就慢慢成了难题 这家水袋 张卫良是大燕镇张家村人 他种土豆的第一年 家里就积压了上千斤乒乓土豆 一年忙到头 就盼着有好收入 他心急如焚 张家村像他一样的农户还有不少 看着乡亲们愁容满面 张家村第一书记冯学军坐不住了 我当时来的时候是90分来的时候 看到好多村民说 今年的土豆没卖出去 就是好多烂掉了 信息也比较不发达 出卖土豆比较困难 冯学军脑子一热 做出了一个承诺 当时乡亲们也是很有气派的眼神 看着我说 后来我是一盘脑袋 我说我就答应他们 你们种的土豆 我全部帮你们销售 当时冯学军根本没想好 要怎么卖土豆 话放出来了 送土豆的农户一批接着一批 短短几天 冯学军就收了两万多斤土豆 那时候的他愁得觉也睡不着 每天很焦急 就是觉也睡不着 就是因为他们 我来了以后他们都问我 他说冯学军啊 不知道这个土豆 什么时候卖掉来 放在家里已经快烂掉了 两万多斤土豆向大山压在冯学军背上 后来冯学军琢磨 干脆通过互联网销售乒乓土豆 但他不善言辞 面对镜头就紧张 这该怎么办呢 每一株土豆上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土豆在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土豆也是非常的均匀 价格也会比较优惠 李金城是大雁镇后范村的第一书记 能说会道 冯学军找到李金城合作 让李金城当主播 冯学军配合他 但直播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 俩人一合计 如果通过直播把游客吸引到大雁镇来体验游玩 效果会不会好一些呢 因为现在也在说就是九江其实也怕巷子生嘛 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产品 首先是他要知道这个内容 同时呢 如果说能够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的话 有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 那可能就是相对会更好一点 李金城在直播中发出邀请 可以免费来到大雁镇体验挖土豆 还有神秘礼品等着大家 听到有神秘礼品 大伙的好奇心可被勾起来了 就来到了大雁镇 游客们一到 李金城就拿出了大西瓜招待大家 一会我们来切个西瓜好不好 好 吃过了西瓜 接下来才是重头戏 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的比赛 过剩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奖品给到大家 我们现在开始挖好不好 好 那大家开始吧 李金城负责带动气氛 冯学军也没闲着 教游客挖土豆的任务 落在了他身上 不要怕 来 来 敲一下 好 来 有了专业人士的指导 还有神秘礼品 游客们干劲十足 再笑 再抖一下 好 这个多不多 多 你看看 来 我卖已经满满一框了 我忘了多 挖土豆看着简单 其实十分消耗体力 大家挖得差不多了 也到了评比的时刻 大家看一下哪框是最多的 这一框是第一个的 但有一吗 没有 那有一 好的那你这边是第一 然后第二框呢 第二的 第二多的 好的第二多的 第三多的 好的好的 来三位 恭喜三位来 好的 好的 冠军 冠军选手 快快快快 来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第一的 挖的第一的是给 给到我们这个民宿圈 来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 来来来 等会给大家共享 挖完土豆 游客们都累了 李金城还提前准备了美味的 红烧乒乒乓土豆 给大家品尝 大家可以直接品尝一下 刚刚烤好的土豆 来 来 大家都可以直接伸手来吃了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这个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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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吃不出皮来 带皮它的韧劲会更足一点 对不对 对 体验油耳免费 想要带点走 可就要收费了 游客自己挖出来的土豆 都舍不得留下 一般都会买走 来 我们这个五块钱一斤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按份来取 存份量 来来来 我们存份量来 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这个微信 然后呢我们直接 发快递 可以给大家发到 发到家 一场活动下来 能有上万元的销售额 买了土豆的游客 李金城和冯徐军 还为他们准备了惊喜 要不要你 再来 外面 锅售额 药 一路 就要吃了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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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学军很快也把收来的土豆卖完了 乒乓土豆一斤平均价5元左右 发展到2023年 冯学军和李金城一年就帮农户销售出3万多斤土豆 农户再也不为销售发愁了 哇 这种喇叭心 这种东西都出去 这种好吃的 他们拿出去以后 村民的钱全部来付掉了 那我们肯定是很开心 开心的像明年还想多种一点 乒乓土豆的红火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他叫王勇经营着一家民宿 游旺季时他一天的营业额就能达到2万元 现在通过这种活动一来 来大业的能力越来越多 现在也不光是双修二及家二 我们平时有时候也会爆满 乒乓土豆带来了红火的财富 已变成了奴户眼中的金豆豆 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乒乓土豆长得小还很值钱 为了提升种植效益 当地人另辟蹊径 想方设法把土豆往小了种 还通过网络宣传旅游带动来提高销量 土豆变小了赚的钱却是越来越多 在农业产业发展当中 摸准市场需求去生产才能脱颖而出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共复经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